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肺炎冲击日本线起点业者分析是2月6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首例机上感染开始 过去旅行社一个月平均有100团前往日本 现在砍半仅剩50团 3月赏英旺季现在传出冲绳问奖中标 加上疫情建议升级 目前砍到剩30团 过去一团约有32人 现在仅剩16到20人 现阶段来讲影响到我们四五月黑布立山 这个在每一年在日本线来讲 出团量最大的一个期间 目前开始有很多的旅客来询问 尤其是很多的公司招待团 搭缆车在白雪中穿梭 日本黑布立山是旅行社四五月主力 因为疫情延烧已经不敢抱太大期待 其他家旅行社同样询问电话接不停 只希望疫情快点得到控制 对整个业界来讲有人估计超过1200亿 这是整个业界的估算 整体观光亏损金额千亿计算 虽疫情蔓延 日本虽身为一级警戒 但疫情中心是要大家多注意 戴口罩请洗手 不要过于恐慌 三星我吕少布连把台北报道